患难见真情 亲爱的小朋友 我们说过亚伯兰是一个有爱心及礼让的人 从哪一件事上可以看出亚伯兰是一个有爱心的人呢 就是当他们的仆人为牛羊吃草的事 然后也导致了他们分家 后来罗德和亚伯兰分离之后 便想着东搬家 他们一直搬一直迁 最后迁到了索多玛 这个城市很热闹 有好吃的东西 也有好玩的地方 城里的人不单只是天天过着吃喝玩乐的日子 他们的行为及品性都充满着罪信 都是上帝所憎悟的 罗德搬到这个地方之后 受到不幸上帝人的影响 也过着享受的生活 渐渐的不再纪念上帝 也忘了上帝的恩惠了 但是在同一个时期 亚伯兰留在迦南 住在西伯伦附近的山里 过着牧羊的生活 牧羊的生活看起来很单调 但是他很高兴能够常常亲近上帝 敬拜上帝 小朋友 如果是你 你会喜欢住在蜀多玛城 还是西伯伦山上呢 接下来 迪伯尔牧师要告诉你的 发生在罗德身上的另外一个故事哦 有一天 一个士兵从战场上 激激茫茫的跑到亚伯兰住的地方 他的衣服都破了 身上还流着血呢 许多人紧张地围着他 七嘴八舌地问 你是谁 从哪里来 到底发生什么事 发生什么事啊 这个时候 亚伯兰也在那里 那个受伤的人回答 我 我是从蜀多玛城来的 蜀多玛城 这不是罗德居住的城市吗 一听到蜀多玛城 亚伯兰就瞪大的眼睛 竖起了耳朵 要听听这个满身是伤的人说什么 他继续地说 有四个走远方来的国王 哎呀 联合攻打我们 士王的联军 太厉害了 把我们五王联军打败 士王军队攻入了索多玛城之后 把这些妇女小孩 牛羊跟食物都抢走了 我就是从那里 十里逃生出来的 亚伯兰听到这里 很着急地问 那你看到我的职额罗德了吗 他还好吗 他也被敌人抓走了吗 还是 哦 罗德 罗德他全家 没事没事 只是他们都被抓走了 小朋友 你们猜猜看 亚伯兰听到这个坏消息之后 他有什么反应 亚伯兰虽然跟罗德分家 但是他一直很关心罗德 为了及时解救罗德 他立即做了一个决定 就是把家里能打仗的仆人都集合在一起 准备去救罗德 并且请他的朋友来帮助他 我们知道古时候的城市 大部分都建筑在山上 城的四周有很高的城墙保护着城里的人 使敌人不能随便进入 这样的城市就像一个小城堡小国家 罗德所住的索多玛城就是这样的小国家 亚伯兰从他家中挑选了一些身体高大强壮的 318名勇敢的仆人 一起去营救罗德了 亚伯兰带着300多人要和世王联军打仗 他的士兵虽然比较少 但是个个都很顺从 最重要的是亚伯兰是一个既因为上帝 是上帝的好朋友 因此上帝帮助他 以至于他一点都不害怕 亚伯兰趁着晚上突击敌人 把世王的军队都包围了起来 对方做梦也没有想到亚伯兰会来突击 因此被打得七零八落的 敌人在慌乱中逃跑了 连抢来的财物都没有带走 亚伯兰和士兵打了一场胜仗 亚伯兰带着抢回来的财物和妇女高高兴兴地回索多玛 回来的时候 之后有一个名叫麦基喜德的祭司为他祷告祝福 祭司祷告赞美上帝说 愿天上的万物至高的神赐福你的仆人亚伯兰 因为全能至高的上帝把敌人交在亚伯兰的手上 全能的上帝应当称颂的 领袖了祭司对他的祝福之后 亚伯兰把自己打仗所得来的财物十分之一都献给祭司 当亚伯兰来到蜀多玛城的时候 蜀多玛城的国王非常的感激亚伯兰救他的百姓 特地来到城外迎接他 告诉他 你真是英勇无比啊 为了感谢你对我们的帮助 也解救了我的百姓 我要把你从世王那里夺回来的财物和牲畜全送给你 小朋友 如果有人要送你礼物你会不会要 当然心难接受对不对 可是亚伯兰却不肯接受哦 他回答 不不不不不可以我不可以收 因为我已经跟上帝祷告过了 凡是属于你和城里的东西 这一切都要归还给你哦 我一样都不可以收的 亚伯兰不但不贪心 更重要的是他也不鞠躬 他知道是上帝帮助他打仗的 因此他说 我的一切都是上帝所吃的 我今天的富足啊 也是上帝给我的 我不能收你的东西 免得日后啊 人家以为我的财富是因为收了你的礼物 亚伯兰很婉转地拒绝了 他没有忘记帮助他一起打仗的朋友 亚乃伊什格跟曼利 他接着说 不过啊 请你要纪念帮助我的这些朋友啊 亚乃伊什格跟曼利 他们可有功劳呢 请你把他们应得的祝福给他们吧 亚伯兰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上帝 完全不敢鞠躬 亚伯兰救了罗德一家 罗德应该感谢伯父 亚伯兰才对啊 可是圣经上却找不到任何感谢的话哦 也许罗德认为伯父爱他是理所当然的 不必感谢 你觉得罗德落实有这样子的想法对吗 当你知道亚伯兰冒着生命的危险去救他 如果你是罗德 你应该怎么做呢 亲爱的小朋友 现在你要花一点时间去想一下哦 在你身旁最爱你及关心你的人是谁 是你的爸爸妈妈爷爷或是奶奶 平时他都为你做些什么 早起为你预备早餐吗 帮你装好中午的饭盒 还是每一天接送你上下课 为你打理家里 你生病的时候又是谁照顾你的 如果你想到了 那么迪伯拉牧师要鼓励你哦 来个实际的行动表现 你可以去向他说声谢谢 或是写下你感谢的卡片送给他 好 我们祷告之后要记得行动哦 亲爱的天父上帝 你总是祝福及帮助谦卑的人 因为他们总是愿意归荣耀给你 就像亚伯兰一样 天父 我也要学习做一个谦卑感恩的人 求圣灵天天提醒我 用感恩的心去感谢身旁默默为我付出爱心的人 孩子祷告乃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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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